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决定放了两腰 留下自己的一串佛珠走了 这次驴科陷入了自己的心魔中 两神腰本是两姐妹 自此后幻化成人形 妹妹叫女神 姐姐叫小白 两神腰到了人间 开始学习人们的行为 女神顽皮向人间的舞女学跳舞 姐姐则看上了人间的男子大柱 两姐妹乘着一条船 在西湖上观赏风景 看到大柱乘船向自己这边过来 小白向空中拖了一杯酒 突然天上就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 小白看见大柱拿着伞 但是还是抵不住着大雨 就招手让大柱过来躲雨 大柱过来了 看到小白如此貌美 不禁心动 但还是恪守着男女受受不侵的原则 躲到船的后面避雨 小白看大柱快上钩了 于是澄清勾引 与大柱同打一把伞 趁机握住大柱的手 大柱受不了小白的这番勾引 很快两人就在一起了 随后三人一同生活在一起 两腰幻化成人形后 只想好好做人 于是开药房整叫众生 小白和大柱每天都腻在一起 女神看在眼里 心里很是不舒服 她不懂什么是爱 什么是感情 但是也想体验一回 于是就去勾引大柱 大柱最开始还是坚定地拒绝着 但后来老式人外表下那颗躁动的心 开始变得不安分 小白知道了这件事 就告诉女神要她停手 但是女神不懂 偏偏不肯 大柱受不住女神的勾引 想着离开会好些 但没想到自己如此贪婪 两姐妹都想要 有一天 有人告诉大柱 这两姐妹其实是蛇妖 大柱半信半疑 在中秋节的时候 买了一壶熊黄酒 想试探两姐妹 小白凭着千年的道行 喝下了两杯酒 但大柱怕小白现出原形 就把酒全部倒在池塘里 没想到女神在池塘里 遇到熊黄酒 变身成了食妖 直接把大柱吓死了 小白决定去找药救大柱 但是路上碰到了驴哥 驴哥当仁不让 想要捉拿两姐妹 两姐妹誓死抵抗 驴哥对女神说 如果她能解开自己的心魔 就放过二人 于是女神开始勾引驴哥 驴哥最后还是输了 想要杀了女神 但是被女神打败了 女神回去找姐姐 姐姐让她赶紧离开 因为自己怀了大柱的孩子 女神不懂感情 更不懂眼泪 以为姐姐在敷衍她 一气之下离开了 大柱醒来后 受不了这样的惊吓 于是剃度出家 驴哥不依不饶 一定要收了两姐妹 姐姐为了保护 刚生下来的孩子 被压在了雷锋塔下 等到女神 把大柱带回来的时候 早已不见姐姐 女神一气之下 把大柱杀了 好让大柱早点去陪姐姐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啦 如需原版电影下载 请大家记得搜索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微博 驴哥说电影 更多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吧 Mu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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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